如果把整个行动党的前途 就把它寄托在信林的家世这一方面 那么林氏的朝代或者是Lim dynasty 这些都是我们就坦诚不公 把它公开的拿出来讲 其实人家总是一直在议论中 尤其是在最近今年的年初的党选 通常都有听到党内党外的人 是觉得兵州我们必须要有新的意识 必须要有新的思想 更重要的是要摆脱林冠言的那种思维 林冠言的那种思维就是说眼高所低 很多的大工程都一般的刻画 不过在交货在兑现诺言的时候 真的是相差了一大截 这就是他被人民评分的所遭受到的那些 比较负面的评估 在这方面我相信他比别人都更了解 我们希望说林冠言他已经经历了中央 他短短22个月财政部长的那个经验 那也知道说其实呢 你口中所作出的答应如何 那之前在实践方面呢 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一件事 我希望呢他能够放下身段 不过在他自从离开了中央政府 被迫离开中央政府过后 你看到他的声调 你看到他的立场 你看到他所有的那种动作呢 其实呢好像是有一点变本加厉 完全的不接地气了 所以在这些的动作呢 都是被人民看在演绎的 如果他要倒回来兵州重新执政的话 那么朝官有的立场 朝官有的位置应该摆在哪个地方 这些呢都是有人会出来替朝官有打包部片的 所以林冠言如果是已经完成了 他两届首席部长的他的贡献 那他应该是靠一个段落 应该寻求另外一个不同的岗位 尤其是他在党当中呢 也会转变身份 从党的秘书党呢 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他应该是在这里呢 是为自己呢 寻找另外一条的深入 应该是把整个政权呢 交给朝官有来掌管 这也是兵州人民的意愿 也不希望看到说 朝官有呢留在兵州 那么连关于呢 就跑遍全国 那么在兵州呢就交给他的妹妹 来幕后操纵 好像是据联听证 这也是兵州人民觉得 比较不齿的那种动作 所以林冠言如果重新回来兵州活动的话 人家都已经讲了一个笑话 还要不是因为疫情炙热了 那么朝官有那种周日 这个什么周末的 首席部长的智慧 还是会外包给林冠言人 来当承担 所以仁林一直在开这个玩笑 所以谈回去最新的 这个槟城行动党的这个改选的情况 还是明显的看到说 有林家军跟曹家军之间的分析 那么这一个派系之间 不能够讲说之争 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竞争 那么会不会说很激烈 就是现在党选成绩已经出来之后 那么传闻就有听到说 这个曹家军被打压之类的 就是林氏王朝在槟城的实力 依然是非常强 那么这个曹家军跟林家军 到底在槟城州的情况 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 在这里如果我们寻找 从谷歌的这个资料库 寻找一些注释马迹的话 我们能够看到 在2015年也就是 曹关友呢 还是属于其中一个行政议员的时候 那么党选举呢 他拿到91.7%的这个 这个党员的选票 那是最高票654票当选 成为整个州职委的 当得票最高的一个人选 不过到了2018 那个时候也就是说 林冠英已经上京不留兵 那个时候2018年 曹关友呢 他的得票数呢 从91.7% 狂跌到68.5% 从654票 跌到520票 那么 短短期间 23.2%的党员的票数 跑在哪里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已经有人猜测 这是林冠英啊 离开兵州呢 之前呢 要给曹关友的下马位 就是说 你暂时替我照顾兵州 不过呢 你也不要太过广望 所以在背后呢 就真的是 有力量 在操纵曹关友 所以曹关友是属于 寄人以下的那种可怜的这种 这种角色 我们替他打包不赔 不过在2018年的选票的时候 在党选的时候呢 他又以高票得胜了 这是第一个呢 因为 对方呢 就是林冠英这一方面 他的派系当中呢 我敢说他们有派系 因为 看了太过清楚了 我自己近距离来看 这一间这个行情 那 其实呢 就是因为在最后的关头 必须要把整个州的领导权呢 掌握在林朝这两方面的势力之下 不能够给这个改革派 或者是反对派 或者是非主流派 取而代之 所以呢 为了双方面的利益呢 才不想说 我们有一个主人 共同的主人 那么在表面上 能够打出一个非常好看的 这个出庭 这个什么 一个 要争得党员的一个故事 所以 曹冠英甚至很漂亮 不过他的票员呢 大多数呢 都是来自 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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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森 还有来自 就是林慧英上所操縱的那個布局 在這裡我要講明的一點就是 這一次曹官柳和林大愛大勝是因為一帆穩的往常 通常黨選中央代表的代表權 他的節制日期是在每年中月的31日 這一次押後了整八個月 那麼在八個月當中就從1月31日的節制日期延長到9月30日 那麼在這八個月當中就從2018年的196個支部增加到298個支部 那麼也就是說2018年都有將近30%的這個州代表 每個支部能夠選派7個代表 這個整個州領導州聯絡委員會 他們的整個選票出來的定局呢 是交給將近三成新黨員 黨齡不超過三年的新黨員 那麼聽取高層的指示 然後就照著菜單來投票出來 所以這就是一個買附線很多不滿 尤其是黨員老方面呢 覺得很不滿的就是從這裡呢 已經開始是部署 是不是會在來接大選或者是行動黨中央領導前有了改變 那麼又會浮出檯面來呢 我們還不想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